ESP8266我们来设定它的销入它的韧体 那我们在使用ESP8266的时候 韧体要怎么销入 因为ESP8266它会用到WiFi来做沟通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确认你的驱动程式有没有找到 一般来说只要现在的Windows系统 或Linux系统你插进去它就自动会找到 装置管理员里面它会自动找到 那我们这一次使用的Nord MCU这个晶片是原厂的晶片 所以它这个它找到的是这一个 那画影有另外一种比较便宜的是CH341的晶片 Duno上也有人使用 那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 真的没有再去安装CH341的Driver 因为我们目前用的是这一个 那你买CH341的时候它应该会告诉你 如果你找不到驱动程式去哪里找 那我们现在是在CAM3的位置 再来我们要使用的是Arduino IDE来骚入认体 那第一次启动Arduino IDE的时候 它会问你要不要允许它存去 当然是要允许它存去 然后有没有新的版本可以下载新的或者是按FOR 我们现在用的是1.8.12的Arduino IDE 那使用新的版本也都不会有问题 那会有问题的在哪里 工具 这边你会找不到Nord MCU的板子 或者ESP8266的板子 那要怎么操作 在我的Blog里面有写 如果你一般来讲你要找ESP8266的板子是有困难的 那操作方式有根据下面三个操作 第一个你先把这一串网址复制起来 在Arduino IDE里面 档案 编号设定 额外的开发板子管理员把它贴上 建议你把行号也勾起来 因为等一下 或者是你日后使用Arduino IDE的时候 你要找资料 有行号会让你好找一些 好 这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板子 工具 板子 板子管理员 工具 开发板 最上面 开发板管理员 在这里面请你输入 ESP8266 那你就会找到 ESP8266 COMM UNITY这一个 把它装起来 当然这个时候你的网路是要通畅的 它会从外面把 ESP8266 Note MCU 这个板子 的 行号全部把它下载下来 就看你下载的时间 那第三个 我们的任体的档案是这一个 TEL1 METRI 4 这一个 那我们先要在工具 管理程式库 把这一个 Library把它装起来 那这一个是Arduino IDE 我们S3A用的 这个好像是CPS用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S3Extend的时候 建议你就是把这三个套件库的东西把它装起来 好 目前我的下载速度比较慢一点 那等一下 好 ESP8266 这一个板子 开发版管理员 ESP826 把它装完以后 再来就是Library 工具 管理程式库 那我们要装的是什么 这一个 暗示库 Ctrl C 复制起来 回到这边 贴上 好 这一个 安装 安装 安装所有的 好 这样就已经装完了 如果你 这边讲的这两个套件 Framenta Express 这一个 你有在使用S3E 就是Alan开发的 OSEP的 这些 程式 就建议你 你会用到 就建议你把它装起来 就把它装起来 Ctrl V 好 这一个 也把它装起来 另外一个是 ULT 这一个 建议你也就一样是去把它 好 这一个 比较多 要找一下 哦 这一个 比较多 ELEC 上这个 这个 本来它就已经有了 预设就有 就可以不用装 好 装完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开启 范例档 我们的 SP8266 是这个 翻例档 然后 工具 序列铺还是CAM3 没有问题 那板子呢 就不是Arduino Uno 那我们在这里要往下找 好 这边下面就多很多板子 里面其中一个 NodeMCU 1.0 这一个 好 这一个也可以 那这个比较新 我们用比较新的板子 好 这时候你看一下 如果选定之后 你看这边的板子的资料 就多很多 好 内容就会多很多 所以 开启这个翻例板 第27列 要输入 你的 AP的SSID AP 那我家里的AP的 这个是这个 密码 好 输入你家里的密码 然后编译看看 看有没有错误讯息 第一次编译会比较久一点 如果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 上传 这个是没有用的 当然关掉 没关系 只留这一个 好 这样编译完你的 NodeMCU 就会有 不应该下载 不要下载 开期 截取装置 好 有个Webcam 好 这是我的NodeMCU 可以看一下 近一点 好 这个是我的NodeMCU 目前连上的是我另外一个AP 就是我的手机 好 编译没问题 正在编译 一边录影一边编译会更久一点 更耗时一点 只要没有红字跟错误讯息就没有问题 OK 可以编译完毕 没问题 就上传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把韧体烧进来 烧进来之后我们要取得 这一个 ESP8266的IP 要取得它的IP 要取得它的IP 所以必须做这个动作 因为 本来有思考说 可不可以省这个动作 基本上 第一个 你要输入你的 这个要手动输入 用程式帮你取代掉之后 你后面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们要去看IP 所以 这个动作就没办法生 这样亮起来了 这是还没有连上网路的状态 它如果连上网路 这个灯会洗掉 洗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 Monitor这里 CeliumMonitor 清理条115200 然后这边有一个 Reset按钮 这一个 Reset按钮 按下去 它会重新跑 跑完之后 灯洗掉 这个IP就会出来 如果没有连上AP的话 这个就会一直连 那特别说明的就是 这一个ESP86 只支援2.4G的网路 特别说明一下 那这样子 取得到这个IP 在我们的 Squatch 3 里面 我们要这个IP来做事 就这个IP 你拿到了这个IP 这个IP就要用 那这个韧体只要烧一次就好 好 那下一次呢 光一你觉得IP不对了或者是怎么样 那你可以怎么样 这个不用存也没关系 好,我们一样开起来 DUNO ID 你甚至连范利档都不用开 你只要接上来 看破选对以后 就可以看到 连线的IP 我们再来看 不要下载 我们不要开启范利档都无所谓 这个空的 你的看破是对的 然后你只要开启C6R Monitor 这个 然后确定一下你的 保率是11520 按说这样没有东西呢 因为它已经在运作了 你必须重启 这个按钮按下去 ESP8266会重新启动 启动以后它会重新抓 抓完IP会秀出来给你看 这样子你就拿得到 ESP8266的IP 到Squatch3来用 就这个IP 你不一定要再开启范利档 那个范利档只要烧录一次就好 除非你的SSID跟Password有异动 不然是不太需要改的 你只要进来这里 看它的IP就可以了